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 欢迎订阅, 今天海外社交媒体上被李克强总理的六个亿刷屏了, 昨天, 李克强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称, 中国人并不富裕, 中国人尚且有六亿人月收入在一千元以下, 不过李克强的这番话很明显和当前的主旋律不符, 这就让我想到了在中国逐渐凋零的公知群体, 当年的公知群体喜欢借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来批评政府和现行体制, 只不过目前网络上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声音, 取而代之的那有两种声音, 第一种是厉害了我的国星辰大海一定要实现的自我膨胀的声音, 第二种则是一批逐渐意识到现实残酷, 便把矛头指向资本家和996的声音, 然而网络上真正讨论中国社会的改革, 社会问题的根源, 司法公正, 权力监督, 若是群体等问题则几乎是不存在, 或者可以说是几乎被删除殆尽, 目前李克强的讲话视频呢, 已经在各大平台上被火速删除, 看来当局是怕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这其实也可以让人理解为什么前阵子本想用来维稳的后浪, 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我们待会呢再来就李克强的数字探讨中国的穷人群体和贫富差距, 我们先来简单说说李克强的这些年,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意识到了党政混在一起的后果, 于是在胡耀邦赵紫阳的八十年代开启了党政分离, 总书记总管党务, 总理带领的国务院各部门全权负责国家日常的治理和运行, 虽然总理在党内地位比总书记低, 但是总理的实权是相当的大, 例如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 他们呢都是掌握实权, 这种双核心的体系一直延续到习上台, 在国西来争权失败后, 江泽民的派系呢主推红二代习近平上位, 而当时的另一大派系也就是胡锦涛的团派呢则主推李克强, 于是习理体系自2013年正式开启, 李克强呢也随即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 当时比较出名的就是克强经济学, 包括采用用电指数衡量产值, 即所谓的克强经济学, 李克强也总结了当年四万亿刺激的危害, 提出了不能大水漫灌的说法, 同时也提出了一带一路企业出海的雄心壮志, 而习近平和王岐山呢则同时开启了反腐打老虎的运动, 不过现在看来, 所谓的反腐呢实际上是习近平清除对手上马自己人的过程, 但是呢这也并没有干预到李克强开展工作, 然而呢好景不长, 李克强的好日子在2015年宣告结束, 在2015年的股灾中, 李克强的表现呢可谓是差强人意, 尽管据说李克强气得摔茶杯, 以及武警入驻上交所严查做空, 但股市依然没有起色, 从那起, 李克强便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野, 随即, 习近平组建了各种小组, 包括经济小组, 金融小组, 甚至是宗教小组高达13个, 习并且亲自担任组长, 这实际上等于是架空了李克强的国务院, 习近平亲自上阵, 指挥国务院各部门, 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小组制国, 也就是说, 李克强呢从那时起实质上就已经处于被架空的状态, 习近平呢也同时开启了大权独揽严控舆论的过程, 这就包括党媒姓党和维权律师大抓捕的事件, 也包括关闭党内自由派老同志们内部传阅的炎黄春秋以及南方暴戏, 总结起来呢, 整个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开始一步步的被带入到了习义原化的时代, 所以说李克强呢名义上是总理, 实际上是很憋屈的, 有霍军呢都可以想象得出李克强平时会有多少怨言, 那么这次他能说出这些类似公知的话也就不会奇怪, 当然也有人认为李克强呢也可能是被派出来灭火的, 给目前的膨胀气氛降温, 不过呢这种做法不太像是习近平的性格。 好, 我们讲完了李克强的这些年, 我们再来看看李克强口中的六亿人月收入一千是否是事实,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 2019年中国军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值为三万零七百元, 但是别忘了这是平均值, 平均值呢是会被高收入群体拉高的, 所以一般在统计学上, 我们还会看中位数, 也就是处于人口群体中间的居民收入, 2019年居民收入中位数为两万六千五百二十三元, 也就是一个月在两千元出头。 换句话说, 也就是全国有七亿人月收入在两千元以下, 不过呢这里要注意的是, 这个平均收入是拿总体国民收入除以所有国民数, 这个所有国民数就包括无收入的学生和退休老人, 这个呢也是目前网上争议的焦点, 吉里克强的六亿包不包括学生和老人, 然而, 由于平均收入是算上这部分人群的, 因此这部分人也应该被算在内, 换句话说, 这部分人也需要靠收入生活, 他们的收入会来自于他们的监护人, 我们假设父母收入为五千元, 但是因为子女要消费两千元, 那么父母的实际收入也只能算是三千元, 另一方面, 李克强的数据呢也可能是被他稍微夸大的, 按照统计局的数据推测, 中国最底层的六亿人实际月收入应当是一千八九百的样子, 可能李克强为了简化就说成一千, 当然也可能有统计学虚报的成分,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中国有一半的人月收入低于两千也是一个让人非常震惊的数字, 而且和很多爱国群众不屑的外国相比, 这个数字其实是很严重的, 因为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许并不如粉红口中的那么世界领先, 我们这里呢主要分析几点, 第一, 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美金, 也就是七万人民币, 或者每月六千元人民币不到, 在国外, 人均生产总值一般都等于平均收入, 例如美国是六万美金, 加拿大是五万美金, 而中国居民平均收入却只有人均生产总值的一半都不到, 这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国政府在国民收入上的分配问题, 我们都知道, 经济学上国民生产总值呢又被称为国民收入, 你产出多少就会有多少收入, 而中国这种独特的现象就意味着有一半多的国民收入被政府征收, 而且还没有用于国民收入性的福利, 也就是转移支付上,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以后会多说这里就不多讲了, 第二, 由于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远远低于国外, 那么就导致了这两千人民币需要干很多的事情, 比如教育、医疗、养老, 甚至是一些别国都没有的过路费、行政费等等, 那么用于个人刚需合非刚需的消费就会更少了, 这就会严重影响国民的生活质量。 第三, 两千元也就是三百美元, 这也就是在美国麦当劳打工两天的收入, 虽然中国物价在很多地方比美国要低很多, 但是很多东西尤其是国际交易的商品价格是类似的, 比如电器、电子设备和各种器材, 而肉类、水果甚至服装鞋类等产品是比国外贵的, 这里就更不要说住房价格了, 所以这么一来呢, 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标准比起国外普通人要差的太多。 第四, 中国的贫富差距依然相当巨大, 2017年中国报告网的报道称, 中国低收入群体占据总人口的80%左右, 那么相比西方国家普遍的橄榄型社会, 中国社会的收入结构就有点像是一个图丁结构, 如图所示, 中国很多城市如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都类似图丁的结构, 而且要注意的是, 这还只是城市内部的结构, 一般城市内部的结构会好很多, 你就算在城市里简单的做份工, 那么养家糊口是没问题的, 可是如果你把四五线城市和农村的人口也加进来算全国总数的话, 那就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图丁结构, 我们上面提到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第五,贫富差距最好的量化指标就是基尼数据, 在2012年前, 中国统计局声称难以统计富人就一直没有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 然后在2012年, 统计局顶不住压力终于公布了第一个数字, 0.465, 而同期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在0.3级, 美国的稍高为0.49, 网上有一篇非常著名的分析中国基尼数据的帖子, 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 我们主要看一下结论, 由于当时很多人并不相信统计局的数字如此之低, 因为中国的图钉结构显然不可能比美国的橄榄形结构要低, 再加上当时中国整体氛围比较宽松, 隶属央行的西南财大就自己出钱做了一个调查, 得出的结果是0.6, 那就远高于美国的基尼系数, 关于基尼系数, 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搜一些关键字, 最后呢, 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这种图钉状结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存在的巨大的低收入群体, 根据定义, 收入来自工资、财产、经营和转移, 绝大部分人的收入来自于工资和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呢, 也就是政府的福利, 例如失业金、养老金、免费医疗等等, 那么大量人的低收入, 尤其是收入仅仅为人均国民产值的一半不到, 这就意味着工资普遍偏低以及政府的福利相对于国民产值的缺乏, 换句话说, 中国人的收入和产出的比例非常不正常, 这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决策层和法律制定者的问题, 他们内部缺乏一股偏向劳工和弱势群体的有效力量, 中国决策层普遍代表着右派保守市场达尔文主义的权贵阶级, 他们虽然也会照顾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那都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给挤牙膏式的状态, 而广大老百姓呢却无法用选票把能代表他们的力量送进决策层和立法层。 好, 我们总结今天的话题, 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抛出了六亿人月收入, 只有一千的话题引起了热议, 我们回顾了中国的双核心体系以及李克强这些年的无奈, 我们也深入探讨了中国人的真实收入以及贫富差距背后的根源, 得出中国人没有选票把一股有效的代表劳动阶级的力量推进决策层, 才是问题的根源。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有获军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